前眼症困扰600万人。 三分钟缓解前眼术补充天然泪液。 前眼症已是越来越普遍的眼睛疾病,全台约有600万的前眼症患者,代表每4人中便有一人深受此困扰。 去年空气品质指标达洪亥等级时,台南市立安南医院眼科医师薛维珍更曾在受访时指出,空污季节前眼患者到医院求诊的人数约增加三成。 前眼症是什么? 根据彰化基督教医院未交资料,前眼症是眼科常见疾病之一,成人大约有10%至15%离患前眼症而深受困扰。 其中过度使用3C产品和佩戴隐形眼镜是主要原因。 美国国家眼科研究院,National Eye Institute,指出,当眼泪的品质且获产量不足,而无法保持眼睛表面被润滑,就可能发生前眼症,造成眼睛有异物感或刮擦、刺痛、烧灼的感觉以及眼睛红灼等症状。 患者也可能感觉眼睛潜色又分泌大量眼泪,或是感觉眼皮沉重、视力模糊等。 在健康的眼睛构造中,随着每次眨眼、激除眼泪、悲嗖臭、是指非阴情感或反射动作产生的眼泪,会流过并滋润角膜,还能够产生液体的保护层。 当泪线无法制造足够的基础眼泪,或是眼泪的成分有所改变,就可能影响到眼睛健康与视力,眼睛表层的泪水也与光线聚焦有关。 泪水是油脂、水分、粘液和超过1500种蛋白质的混合物,除了滋润眼睛表面,也有保护眼睛、隔绝刺激物与病原体的功能。 前眼症原因 基础眼泪减少、蒸发加快,或是眼泪成分失衡都可能造成前眼。以下是与前眼相关的各种因素。 包括抗组织痕、解冲血剂、抗忧郁药物、避孕药物、缓解更年期症状的荷尔蒙替代疗法,以及治疗焦虑症、帕金森氏症、高血压的药物,都可能与前眼症相关。 随住年纪增长,眼泪的分泌也容易减少,因此前眼症在50岁以上族群更为常见。 九遭笔、盐检炎可能干扰减板线的机能。 自体免疫相关疾病,例如薛格莲氏症候群、SJ、Grain S Syndrome、狼疮、Lupus、硬皮病、Skleroma、 那么,类风湿性关节炎,或是糖尿病、甲状腺疾病、维生素A缺乏,也可能与前眼有关。 怀孕期间或更年期后的荷尔蒙改变,可能让女性更容易出现前眼症状。 多风、多烟、前灶的环境,会使眼泪更容易蒸发。 季节性过敏可能导致前眼。 季节性过敏可能导致前眼。 目、眨眼次数减少。 眼睛镭射手术也可能导致暂时性的前眼。 前眼症自我检测法。 若检测后有以下叙述的任意种症状,即可能是前眼症潜在危险群,建议尽早找眼科医师评估检查。 眼睛镭射手术也可能导致下叙述的任意种症状。 眼皮筋镭封或沉重。 眼睛模糊有异物感。 眼睛长发痒。 眼睛分泌物多且粘稠。 眼睛对光,风沙,烟等外在刺激很迷感。 。 眼睛有灼热感或刺痛感。 。 前眼症不仅缺水更缺油,保护眼睛的防护罩三层泪液。 。 新光无火师纪念医院的吴斯恩医师曾在受访时表示,眼睛有层很薄的垒液膜覆盖在角膜前,这层膜由内而外分成粘液层、水液层与油脂层。 。 任何一层泪液分泌不足或分布不均,尤其常处于空调的低湿度密闭空间,就已出现前眼症状。 。 。 泪液由三层结构构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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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表面的油脂层,由盐检皮脂分泌,可延缓水层蒸发。 。 。 中间的水层,占最大比例,由肋腺及肤肋腺分泌的肋液组成,可润滑眼球,维持稳定视力,清除眼部脏物,提供角膜上皮细胞氧气跟氧分。 。 。 最内的粘液层,由结膜包状细胞分泌,可帮助水层均匀附注及分布在结膜及角膜表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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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治疗前眼症通常都会使用人工泪液,但人工泪液真的能让你从此摆脱眼睛前色的困扰吗? 其实泪液中除了水分以外也含有油脂,可以在最外层保护底下的水分不会过度蒸发,维持湿润,因此多补充Omega-3鱼油与亚麻人油都有助于增加血液的好油,来改善前眼症 前眼症患者。女性占比高 三种眼科部角膜科主任戴明正曾在受访时表示,门诊中女性罹患前眼症的比例高于男性,除了更年期后会缺少女性荷尔蒙外,女性保护眼睛的油脂分泌量本来就比男性更高。 男性少。 而随着年龄增长,老化会让眼睛产生皱纹,从而让泪液较难以通过眼睛完整包覆,而进行滋润的效果。 前眼症治疗。 根据美国眼科学会,American Academy of Ophthalmology 资料,前眼症的治疗方法包括以下四种。 人工类液。 人工类液。 眼科医师可能会建议使用人工类液,维持眼睛湿润。 不过,如果每天使用人工类液的次数超过六次,或是对防腐剂过敏,就应挑选不含防腐剂的产品。 否则容易刺激眼睛。 另外,中国医大新竹副医眼科主任陈寅山医师也曾撰文指出,人工类液只有保湿作用,但人体自然产生的类液,还含有抗体、微量元素等成分,因此保护眼睛、杀菌的作用。 如果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,只靠助人工类液保湿,很容易导致眼睛细菌感染。 关闭肺管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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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科医师可能会建议,利用肋管栓色,punctoplex,挡住肋管,让眼泪不易排出,能够自然地停在眼睛更久。 关闭肺管。 栓色稍后也能够再被移除。另外也可能极有手术,暂时关闭肋管以延长眼泪停留的时间。 增加眼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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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增加眼泪使用特殊的眼泪。 增加眼泪可能帮助眼睛制造更多眼泪。 增加眼泪。 如果前眼原因与受到刺激有关,医师也可能会建议利用眼药、药膏、温敷、眼周按摩、须经医师指示、眼检清洁液等方式,避免眼睛因刺激而前噪。 预防前眼症的眼睛保健方法。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,充足睡眠,少熬夜。 少吃刺激性食物,多喝水。 避免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内,保持湿度,磕在室内放一盆水。 少迎风的活动,或佩戴眼镜减少眼睛刺激。 均衡饮食,多吃富含维他命A、C、B的蔬菜及水果。 避免长时间用眼过度,使用3C产品每30至40分钟应休息10分钟,适时让眼睛休息及眨眼。 眼泪减少,容易造成脚膜损伤,不宜佩戴隐形眼镜。 可用热服带或热毛巾温热服,可减轻疲劳并增加泪液分泌,每次5至10分钟。 眼睛有任何不适应找眼科医师治疗,不要擅自购买眼药水长期使用。 不禁泪液分泌,静止要透过腹式呼吸。 松泪医师在日本电视节目《明医》的派古盘。 《赞医》,《明医》的认证,中,曾推荐以腹式呼吸法的方式促进泪液分泌。 许多人可能会对这样的方式感到讶异,但腹式呼吸是采用缓慢的呼吸方式,在吸气时使横关膜向下伸展。 进而吸入更多的空气,并极有深层的吐气,帮助气体交换,因此可以刺激与强化腹胶感神经系统,使过度紧绷的身体得以有效的释放多余的压力。 让低眼球的压力,进而促进血液循环,让肋腺可以正常运作,增加肋液的分泌量。 扇前眼症的呼吸法。 扇出实质。 扇指以3秒的时间移动到鼻子前时进行吸气。 扇指放在鼻子上后,想是要将食指吹走的感觉,持续吐气6秒钟。 扇指控的气力。 扇指控